德國EFA直擊 紅機全球最薄筆電 厚度不到1公分 下半年最大科技展 EFA德國柏林消費電子展 將於9月2號開展 紅機今天搶先舉辦展前記者會 亮眼新產品不少 包括全球最薄筆電 Swift 7 厚景9.98公里 大概是1元硬幣直徑的一半 總重1.12公斤 單手拿也很輕鬆 不過整體質感還有進步空間 除了最薄筆電外 更狂的是 秀出全球首款曲面螢幕筆電 PREDECTOR 21X電競筆電 搭載2200R曲度的21吋螢幕 提供更沉浸式的遊戲體驗 但也讓機身變厚不少 配置機械式背框鍵盤 右側為磁吸式觸控板 翻轉後就變成數字鍵盤 內建Toby眼球追蹤技術 動動眼球轉移視線 就能瞄準敵人 不用靠鍵盤選舉 玩遊戲更具直覺性 目前支援超過60款遊戲 預計今年底破百款 動新聞電競筆電 整得狂發動 電腦艇 內建系 兵生